王者下饭千千万 青铜局里战一半 刘备在野区逮到了一只老伴 孙长相被两枪喷惨直接闪 刘备见状果断跃他 孙长相慌急了赶紧放个大招封自己走位 刘备很激动啊就差一枪了 音效出来了但是子弹没出来 服了被枪咬了 达摩看见凯在塔下心赤脑 直接就是一闪大招 净准命中后排炮车 把别人撑个半子海洋走 凯直接开大送达摩回家 中路三位法师巅峰对决 中路两个安起拉同时掏出烧火棍 一个烤对面的一个烤自己队友 嗯感觉很合理但是又感觉哪里不对劲 后一看得很激动啊也忍不住想露一手 闪现追击大招定自己家防御塔 达摩和猴子再给主宰戳灰 但是达摩贫血了闪现撤退 闪反了没有关系啊 放个大招缓解一下尴尬 但是好像更尴尬了 凯追这小桥又是一顿砍而且还砍得很上瘾 最后砍高兴了 主导上那小桥 敌人杰找到了一个绝好的位置推塔 但是尴尬的是推着推着冰线没了 敌人杰出不去了 而且对面的冰线还在两边看敌人杰的笑话 敌人杰忍不了了 大招定住敌人赶紧溜 但是刚到门口就被猴子里面惩戒捅死了 看完了不妨点个关注 下期更精彩